大家好,又回來 OpenTree Mac 跟 WinQ Data 的開放內容聯合的一程軌 那接下來的內容是由 Cody Chen 來介紹 GOGIG 入門 那它是管理 GIS 資料的一個軟體 那我們就請他上臺來開場 好,那當然開一下畫面讓大家 Say Hi 好,我開一下 好,歡迎你 那這個軟體要怎麼唸啊 這個嗎?其實我也沒有正式去查過它的念法 我猜應該是 GEO GIG 或者是 GEO GIG 我也不是很確定 好,那我就稍微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目前還是學生的身份,然後大三生大四 然後算剛入坑那個開元界一年,就是去年才開始接觸 然後也是去年才第一次知道 COSCAP 這個東西 然後剛剛聽了蠻多那個前輩們做一些地圖跟應用程式的相關應用 那也蠻想學的,那我今天是想要介紹一個一個算版本控制的工具 那是跟地理資料庫有相關的 那希望可以聽到 那如果是希望 回答你一下 以方式去整理給大家 好,那歡迎Cody第一次再上台 那很可惜就是沒辦法實體的聚會了 那就請播放預錄的影片了 好,謝謝 好,各位OpenStreetMap還有Wikidata的前輩們 還有來自各地的開院人們,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講者陳冠淳 那今天也很可惜,因為疫情的關係 沒辦法實體舉辦 COSCAP 那還是很謝謝主辦單位提供這個線上舉辦的機會 讓這個活動可以持續的舉辦下去 那也讓開院人們可以 多一個機會去學習到各個疫情鬼 還有開院界的薪資 那我也很高興能夠來到這次COSCAP 這也是我第一次以獎者身份參加 那這次報名是OpenStreetMap跟Wikidata的聯合疫情鬼 那我今天想分享的是一個開院的專案 叫JuoGeek 是專屬於地理圖資的版本控制軟體 那下面就進入我們的正題 那先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 還有為什麼當初會接觸到開院專案 還有今天要介紹的這個JuoGeek 那我本身是成功大學的 測量與空間資訊的學生 俯修建築系 那目前是大三生大四 在校的專題研究題目是三維的地理資訊 還有永續程式跟數位卵生 也就是Digital Twin的資訊架構 那當初會踏入開院這個領域的原因是 去年暑假我申請到中醫院的地理資訊 科學專系中心去實習 那很巧我同班的同學有參與另外一個 中醫院資訊科學研究所的初期實習 那在一些因緣機會下 其實就是兩邊的研究員認識 然後幫我們安排一些課程 他幫我們安排上一些共同的課程 那在某一週的課程中 我就是第一次接觸到了OpenStreetMap這個網路資源 那我覺得很神奇的是 我唸的是測量與空間資訊學系 但是當時在系上兩年了 卻完全沒有接觸過相關資源 我是覺得蠻可惜的 因為如果開運的這種東西 如果可以讓大學部的學生 甚至高中部國中部的學生 去提早接觸的話 應該會激發出更多的研究量能這樣 像SidCon那樣資訊界的 那同時在某一次的資訊所的課程中 也是第一次接觸到Git這個 算是資訊工程界蠻常用到的一個工具 那後面會介紹到 那好像是大學前兩年幾乎都沒有碰過程式的我 那當時接觸了Git這個工具 在練習的過程中去接觸了咖啡拉的介面 覺得很有趣 那以某種程度上開啟我對資訊界的好奇心 那回到GIS 就是我們地理資訊科學專輯中心內 我就想 那這些東西可以怎麼樣去跟我們的GIS去結合呢 那回到所內 還是要做我們的熟記實習的分內工作 那因為我們去年在GIS GIS中心有蠻大一部分的 實習工作內容是在做航照的地理定位 就是用QGIS的Duo Reference工具去定位航照 那那時候就面臨到一個問題 因為那些古航照都是非常高解析度的照片 相片 那單張的航照的檔案都是幾十MB起跳的 縮大不大但縮小也不小 那當時分配工作都是 專案經理會讓我們其中一個實習生去當負責人 先去copy一個project內所有的航照 那一個project都是幾十幾百這樣的航照起跳 那再回到辦公室內在我們那個負責人再用硬碟啦 隨身碟之類的一個一個把航照分下去 分給每個實習生 那這個過程就變得非常的浪費時間 雖然以我們實習生的角度是蠻高興有時間可以休息啦 但我就在想有沒有辦法是可以去解決這個問題的 那我就用一些關鍵字去搜尋啦 我也忘記後來是用兩個關鍵字啦 那總之後來就是我還發現GioGit這個地理圖資的版本控制軟體 那是在GitHub上面的一個專案 也就開啟了我對於GioGit的探索 不敢說是研究 那總之這個題目的研究背景 就是我發現地理圖資它傳輸的不便利性 那又剛好碰到了資訊所有交授一些Git的背景知識 那就開始探索這個開源的專案 那接下來就正式開始介紹我們的主題 因為GioGit是基於Git的概念去開發工具 那我不確定OSM社群的各位對於Git這個工具的熟悉程度如何 因為我本身在系上問過一輪之後 那除了有雙子修資工系或者是對資訊領域比較有興趣的幾個人之外 那其實大部分的人對Git的了解不深 那蠻多人甚至是不知道完全不知道這個工具的 所以我還是簡單介紹一下 這也跟我們的GioGit蠻有相關的 那通常我們在電腦上編輯一個檔案的時候 如果說在處理檔案的時候出了一些問題 出了一些bug 那想把檔案回覆到編輯之前的狀態 那最簡單的方法通常是 事先複製編輯之前的檔案 然後另外去取名字 通常是加上日期跟時間等等 那如果說很不幸的 命名規則是有點錯誤的 甚至很多人甚至是毫無頭緒的去命名的話 那就很難去區別檔案的先後順序 像是有些人會把那些檔案命名什麼最終修改版啦 修改版1修改版2 那真的很難去知道檔案的先後順序 那同時也很難去具體知道檔案更改的內容跟為什麼更改 那另外如果是一個團隊去共用檔案的話 那在進行同步編輯的時候 先進行編輯的人他修改的內容就會被後面修改的人覆蓋掉 這概念有點像是你在OpenStreetMap上面去做出一個貢獻之後 那之後不小心被別人覆寫掉 那就有點做白宮了 那也是造成那個檔案寫桌上面的不便利型 那GIT就是為了這個問題而開發的軟體啦 那GIT是一種分散式的版本控制系統 他最初的目的是為了管理Linux的內部核心原始碼 對就是管理他的source code 那同時他也是一個免費且開源的工具 那主要是可以把檔案的狀態而不是檔案本身去做為更新的歷史紀錄去保存起來 因此可以將編輯過檔案 復原成先前的狀態 那同時也可以去顯現編輯內容的差異 那當有NITIN裡面的成員要將舊的檔案去上傳到GIT的伺服器的時候 去覆蓋其他成員的檔案的時候 那系統就會發出警告去避免遺憾的事情發生這樣 那接下來就是介紹GioGit 它也是屬於分散式的版本控制軟體 因為它就是以GIT的概念去發展的 同時也是免費開源輯的open source 那特別是為了地理空間資料 就是GioSpecial Data去設計的 那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去追蹤GioSpecial Data的編輯跟檔案狀態 那熟悉Git的使用者應該會覺得GioGit蠻好上手的 因為大部分的comment是類似的 而就算沒有接觸過版本控制的使用者 應該也能夠根據官方提供的document去學習 那官方的網站主要是分為 User Manual、Technical Manual、MenuPages、Bookshop、Upgrading五個區塊 那我今天是入門介紹 所以就從User Manual 使用者手冊稍微講解 跟大家了解一下GioGit的基礎運作模式 那這部分我會介紹 GioGit的工作原理 還有它是怎麼處理我們的Data 還有在GioGit裡面的Repository 是如何去跟其他Repository的互動 那就好 GioGit的工作原理是這樣 它一個Repository可以想像成一個資料夾 會有三個區塊 分別是WalkingTree、Staturing Area跟Database 那WalkingTree是使用者實際上去進行資料編輯的這個工作階段 那在這個工作階段內的資料是還沒有被定義 還沒有被賦 還沒有被賦予版本的 就是Version 那在資料還沒稱為一個新的Version之前 使用者就可以進行去 去進行編輯或更改 比如說以Shift File來說 去進行書畫啦 之類的 那換句話說 就是在這個階段的編輯 只要使用者沒有賦予資料一個Version的話 那就沒有辦法恢復到這些編輯之前的狀態 所以理論上來說 你在這個階段進行資料編輯的時候 你只要進行了一定程度 或者是相似性質的編輯之後 最好記得提交出去 就是卡密出去 那Staging Area可以去視為是一個資料的暫存區 那在資料被賦予版本 賦予Version 但還沒有提交到最後的Database的時候 會先放在這個Staging Area之內 那最後的Database就是儲存所有的Repository的歷史紀錄 還有所有被定義或者被賦予Version的紀錄 就是紀錄版本 那在GioGeek內的出列流程其實沒有很複雜 空間資料 GioSpecial Data要進入到我們GioGeek的Workflow裡面 第一步一定是要先進入 進行Import的動作 把我們希望進行版本控制的空間資料 無論是Shift File 或者是一些GioSpecial Database 匯入到我們的Walking Tree上面來 那在這個階段使用者就可以任意地去對空間資料做編輯 那編輯完之後呢就可以將空間資料加入到Staging Area裡面 透過Add這個指令 那最後再把Staging Area裡面的資料 Commit到最終的Repository Database上 那這張圖中 箭頭上面的 其實就是在使用者會在CommitLine的介面上面去輸入的指令 那當我們將GioSpecial Data添加到Database的時候 GioGeek的伺服器會去創建一個定義Repository 歷史紀錄的version 那在這裡面有些版本控制系統 它主要是儲存 然後記錄不同版本之間的差異 但是GioGeek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是去儲存了每個version裡面的所有features 它不僅僅只是記錄差異而已 對 因為可能空間資料 這部分要需要記錄比較詳細 那假設說我今天去匯入了一組建物的shapefile好了 那在walking tree的階段我去編修了建物的幾個形狀 然後add 然後在Commit到Database之後 GioGeek它的伺服器會把我整個建物的shapefile 整個檔案的所有features記錄下來 那這個記錄會跟我上一個還沒編修過的版本 就是前後差異的版本都一起被儲存在Database當中 那另外一個GioGeek提供重要的功能就是 它會去簡化同一個群組內的人員進行資料協作的困難度 那上面這張圖中的remote repository 就是指它會與團隊中其他成員的協作時候用的repository 那箭頭上面的字一樣是我們會在使用者在CommitLine介面中書的指令 在本極端中我們最終會把資料Commit到repository database 那如果我們要讓我們的資料可以被他們使用的話 就需要再把資料再push到remote repository上 就可以提供其他的report到他們的walking tree上去進行資料編輯 那簡單來說透過這種方式 這種版本控制的方式 就可以解決我當初在實習階段遇到的問題 就是可以一對多的傳輸資料 然後最重要的是可以進行共同的編輯 好那接下來就為大家稍微介紹一下GioGeek的基礎設定跟操作 那我今天會cover到的部分主要就是 要如何將資料匯入跟提交 還有如何去觀察資料的狀態 那我就省略安裝的步驟 直接從初始的設定開始講起 好那開啟我虛擬機 好那因為時間問題我就不一行一行的輸入直徑 我就先預先輸入好今天要講解的一些指令 那在這個階段我們一開始要先去config 就是初始設定我們的使用者的使用者名稱跟email 這個是在GioGeek裡面是 這不是optional就是一定要去設置的 那在輸入這兩個行指令之後呢 可以看到你的資料夾裡面應該會出現一個 DOT GeoGeek Config的檔案 可以打開來確認一下 就是你設置的username跟email這樣 那在接下來我們會要對GioGeek的 資料夾做初始化的設定 你透過GioGeek Initialize這個指令 它會去幫你創建一個叫做DOT GeoGeek的資料夾 就是可以想像成剛剛所說的到的那個工作階段中的repository 在輸入完這行指令之後 你可以看到你的檔案系統裡面應該會出現一個DOT GeoGeek的資料夾 對 好那接下來我們想當然就是要將我們的shapefile 把我們的空間資料試著匯入到我們的walk entry上面 那我們透過DOT GeoGeek shape 因為我們這邊使用的shapefile作為範例 那我們就是要透過import這個指令 然後加上你的檔案路鏡 檔案路鏈位置 那去輸入這個指令之後呢 中單機就會顯示回傳一些訊息 那這邊就是回傳了113個features 我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我這邊用的示範的資料是這個 是某個公園裡面的點位資料 總共有113個features 那它成功的把 透過這個指令就成功把所有的features去加入到你的walk entry這個階段 那接下來我們透過 GeoGeek LS 就是list 你加到walk entry裡面的這些所有的features 它不會是一個有order的序列 但是它就是列出你113個所有的features 那它是以數字去命名的 對 那我們可以看到再來就是 教大家如何去檢視 加到walk entry裡面這些 GeoSpecial data的狀態 那我們透過GeoGeek status這個指令呢 我們可以去看到 剛剛有加到walk entry上面的這些 GeoSpecial features 那在這個階段可以看到 系統回傳的message 它是說 Changes not stage for commit 它在walk entry階段 既還沒有到staging area 那它也還沒有準備好要被 commit出去 所以它會顯示的是這個狀態 好那接下來就是要把我們的 這個空間資料去 add 到我們的staging area 那透過GeoGeek add 這個指令 這個指令 那它會 系統會揮傳 原本on stage element 就是113個feature 加上一個 我們創建出來的一個 tree 就是一個分子 算是可以想像成是一個指導夾 我們創建出來的113個feature 跟指導夾在walk entry裡面 那我現在要把這些 114個部件去加入到我的staging area裡面 對那最後就會顯示 這113個feature 跟一個tree 它會準備好 stage for commit 就是它已經在staging area裡面了 好我們再透過一樣的 GeoGeek status這個指令 再來看一次 那這邊 這時候它回傳的 系統回傳的訊息就是 Changes to be committed 就是它已經準備好 要被提交了 這樣 好那提交的話 就是用 GeoGeek commit這個指令 那加上我要 附加在提交檔案的這個訊息裡面 那我這邊是寫first version 這個就看使用者自己去如何去記錄 你要怎麼定義 附於這個版本什麼記錄 這邊是寫first version 就是第一個提交的版本 那透過這個指令提交出去之後 我們的GeoSpecial data 就被提交到了最後的 Repository database上 那這邊可以顯示 committed counting object 總共有113個feature 去被加到最後的那個 Repository database上 好 那接下來我要進行 就假設我要進行 對那113個feature 進行編輯好了 給大家看一下 呃 這從QGIS的裡面 我可以 我是匯入了另外一個檔案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是 增加了一個點位 就代表說我去 額外塑滑 那這邊我沒有時間 再去做塑滑的動作 就是直接 以兩個不同的檔案去 去進行編輯這樣 好那我一樣 透過shape import import這個指令 去把我 剛剛 增加一個feature 的那個shape file 匯入進來 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是 總共是114個feature 代表是 呃 跟剛剛那個113個feature 是不同的 呃 空間資料 那 一樣透過 joke dig status 這個指令呢 可以看到 那 這邊系統辨證 辨識出 我是 我是有去modify 因為我這個是同名 同名的 檔案 那辨識到我去modify 這個shape file 那 其中我是做了edit 就是我去增加了一個 點位 一個point 那好 接下來知道我們的狀態之後 他一樣已經在walking tree上 那我們就透過add這個指令 去把它加入到我們的stating area 那 最後 那之後還是要把它提交到我們的reposter database上 那 一樣透過commit 就是gig commit 然後再附加上你的 呃 編修訊息 那這邊我就寫first modification 就是第一次的修改這樣 那這邊 系統就會記錄到你這個被提交的 這次被提交的版本 跟上一次被提交的版本 總共是 他的差異是一個features 呃 一個features被加進去了 那其他是沒有任何改變 就是增加了一個features 好 那接下來透過geogiglog 這個指令的話 我們可以去看到說 我們每一次commit出來的 那個紀錄的版本 還有一些訊息 那可以看到 呃 這邊的first version 就是我第一次 加入了113個features的那一次的版本 那這個first modification 這個就是我第二次增加了一個features 然後再提交出去的版本 對 那就是看一下版本差異的訊息 好 那接下來 呃 比如說我團隊中有人 有人要進行共同編輯的話呢 我就會透過branch這個指令 那我把我這個branch 那我把我這個branch 你就可以想像你是分支出去的另外一個 另外一條工作線 那這條工作線我取名叫 到myedits好了 然後加上-c這個指令的話 就會創建這個branch 那同時也把我們的工作階段 從原本的工作階段 轉移到myedits的這個工作階段 那一樣在這工作階段一樣的概念 我去把 呃 我把我 最一開始113個features的那個檔案 加到myedits這個 呃 這個工作階段的walking tree上面 好 那加入之後 呃 跟剛剛一樣就是加入 那一樣要add跟status去看一下 呃 他們的差異 那透過GeoGeek status的話 可以去看到 他一樣系統一樣辨認出 我是去modify了 這個 呃 relay.prog.locations 這個shape file 然後 我做的動作是 因為我會錄的是113個features的那個檔案 所以系統辨認到 我是把 呃 剛剛原本加上去的那個點位 又remove掉了 好 那我 呃 現在是在staging area的狀態 那 最後還是要記得要commit出去 才會記得 記得那個版本 那commit出去之後 我的訊息就是 打remove a feature 那這邊系統就會辨認到 我有把一個圖針 把一個point去刪除掉 那我這邊就可以 就可以再透過log去看我每一次的訊息啦 每一次的版本變成訊息 然後最後 呃 分支出去的工作階段還是要 最後還是要merge回來 就是合併到我原本 最主要的那個工作階段 那jogeek它在預設的工作階段的名字叫做master 預設的名稱都是master 所以我就透過jogeek checkout master checkout就是switch 可以switch回你原本的那個工作階段 然後master就是你原本工作階段的名稱 好 我現在已經把工作階段切回到master之後呢 我可以透過jogeeklog 就是剛剛看版本訊息的那個指令 那我用one line one line這個指令就只是簡化 把那個訊息簡化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原本的master這條線上呢 我原本就是只有一個 第一個提到的first version 還有first modification 這兩個嘛 那我剛剛做的remove a feature 這個版本還沒有被merge回來 好 那現在透過jogeek merge 然後那個工作階段叫myedit 把它merge回來之後呢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跟剛剛一樣 就是我卡密出去 然後是刪除了一個feature 那一樣再透過log one line 就可以發現 在這個master的主要的工作階段上 我已經把 剛剛branch出去的工作 分支的工作階段再merge回來了 對 好 那這個就是今天大概是做的一些介紹 好 好 那以上就是jogeek一些基本操作 那未來呢 我覺得可以對這個開圓專頁去研究的是它所支援的資料格式 那現在三維的資料格式是一股新的風潮嘛 那未來這個jogeek這個東西能不能再支援到管理三個資料管理 我覺得是一個蠻重要的點 那再來就是 其實我本來想從Post GIS跟OpenGL的這兩個軟體的角度去 介紹jogeek的工具 因為本來它沒有一個 算是一個生態圈 但很不幸的那個OpenGL好像在前幾年被另外一家的升遷滿走 所以現在也沒辦法使用它的服務 那我覺得可以去多做探討跟第三方GIS軟體界界的可能 那最後當然就是凸顯化使用介面 那雖然說板控這個東西我相信大部分可能還是習慣在Commandline的介面去操作 但是我覺得以第一眼的角度來說 用GUI的介面去操作的話還是比較合算一點 像是QGIS應該是它 我記得它是有根據有GIG外掛的程式 但是我這邊沒有介紹到 好,那最後謝謝各位的聆聽 我今天只是對QGIG做一個使用上的簡單介紹 跟概念上的簡單介紹 那希望有讓各位學習到一點新的東西 那也希望各位高手們可以去多做survey這個專案 讓它變得更好 那如果我有講任何講錯的地方 也歡迎大家糾正或出了錯誤 畢竟我算是剛踏入這個領域的新鮮人 那請各位多做指教,謝謝 好,謝謝Cody的介紹 那在SIDO這邊已經有三個問題了 那就請Cody這邊依序來回應 好,那請導播 那第一個問題是 空間資料變動可能是範圍變動 因為我這次主要嘗試都是以 CommendLine,就是中端機的介面去嘗試這個軟體 那它如果在中端機裡面 它其實主要就是以文字的方式去 比如說MetaData的變動的話 它可能就會顯示前後 以文字的方式顯示 那個詮釋資料前後版本的差異 那範圍變動的話 我想它在CommendLine裡面 它就是以 會去比如說會記錄 我增加的節點 或者是線 或者是面圖針 就是以文字的方式去呈現 所以可能就用Div的方式去呈現 對對對 就是以文字的方式 那視覺化的話 我覺得它這邊是可以跟GioServer這邊去做 它算是額外掛接GioServer這個軟體 去做視覺化的呈現 但是我沒有嘗試過 但是我看到它官方的Document裡面 有Layer Preview這個功能 就是可以 應該是可以做到視覺化的呈現 但是我沒有嘗試過這樣 那版本衝突是怎樣去決定 版本衝突的話 就是 那個機制怎麼去決定保留什麼機制 它其實 我目前這樣看下來是 當衝突發生的時候 其實就是我們 User手動去設定 手動去決定我們要保留哪一個版本 它並不會自動幫我們選擇 要選擇哪一個版本 它用diff這個comment去呈現 那個config的時候 它就會顯示config發生的地方 那它其實就是把選擇錢丟回來給我們使用者 讓我們自己去決定我們要保留的是哪一個版本這樣 所以還是要看使用者的協調了 對 對 看使用者自己 嗯 決定要保留哪一個分 哪一個branch上的最後的資料 好第三個問題的話 有沒有商用的project hosting平台 呃 他這邊是有掛接在可以掛接geo server 然後應該是以他作為我們第三方的那個平台去做對那個我們的地理資料去做控制 那就是像我剛剛實作第一步 第一步也有去設定那個使用者名稱跟email 那部分我還沒有把它掛接到geo server這個平台上 那它是應該是可以做到就是掛接 有點像gitlab或github上面 就是類似的概念以第三方的平台去對這些資料做管理 好有一個第四個問題 板控會搭配測試 目前偏向使用哪種測試去驗證地圖的正確實 偏向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 我是用qgees去對那些圖子做編輯 那我目前就是以qgees為主 然後搭配9ggees 我在qgees裡面去對那些圖子做編輯之後 然後在9ggees在comment line介面上去檢查說 它板控的那些功能是不是正確的 那目前我就是只有測試這個方法而已 那大家聽到這個軟體也可以自行去嘗試 或者可以分享一下使用的心得 好 那今天謝謝Cody來介紹 這個軟體 那等等我們議程是13點10分開始 那謝謝Cody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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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